到底是哪一个笨蛋 哪一个笨蛋 哪一个笨蛋 把台湾的经济搞成现在这个样子 逆风高辉 让大家知道 你先喝很多哦 没有啦 你喝了多少啊 小薰小薰 我还跟你讲 这个面包很好吃 你放在这个前一包哦 那牛排跟鱼都不错 所以我们来选这一家 这叫鲁鲁餐厅 鲁鲁温水 我真的很少看到这样一个软弱的总牌呢 身为总统 真的应该好好检讨一下 如果说我们做不到的话 要把薪水捐款 你放心捐款没有问题 我这几年来已经捐了六千多万 我一向经常捐款 633基本上是八年的承诺 政策的执行当中 如果有我们没有做到的 如果能够用捐款就可以解决 但我们也太容易 今天之后 我们是否令国际之后 现在因为有变成长 任务量扭转 那接下来要问我们 从后训练扯诺的 放心呢 这一年我们要将 大户的实行 从113块 调整到115块 以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